这颗平车辣平好车 进入社阅中型 上海车长如意成为各大车企的头顿大社 因为这是向中国乃至全球大秀谱还雄心的大好时机 而光泽也将在上海车长重点展出一款纯电动超跑概念车 而这款概念车将命名为光泽Model KEV 由光泽和对点超级宝车制造商克尼赛格联手打造 续航里程将超过500公里 百公里加速只在3秒以内 观听这些数据着实很诱人 而其奥秘在于 这款概念车采用了大量的烫纤维等轻量化材料 在保持车身强度的同时 有秀地提高了气量性能 以及能源经济性 从概念图看出车身信条流畅 这种造型师技能有秀地相提分组 采用了非对称式车门师技 主驾驶和副驾驶车门采用了不同的造型 同时主驾驶采用了欧义式的开启方式 另外据留解 在上海车长完成其首秀后 光泽将进一步往上发展Model KEV 并计划在19年量场以及上市 又说 光泽联手超级大咖科尼赛格后 这黑科技着实寄精试作 但是 往往雷声大 修量少 这也正是光泽需要去解决的首佑问题 光泽这次能不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里是这哥平车 每天给你讲你有趣的 关于你的气势生活 你怎么会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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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